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方大爷 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因为我这一次是比较临时的 临时的住到酒店来 然后要去完成后面的工作 我就带了一些 现在你们能看到的就是一些 我比较基本的 不可缺少的一些必需品 那就先从这个开始吧 这是瑜伽店 我基本上都会带一个瑜伽店 因为有时候 比如说到一些条件比较艰苦的地方去拍戏的时候 是没有健身饭和泳池的 所以我就会自己背一家瑜伽店 然后用我自己非常喜欢的APP 然后去跟着他一起做很多瑜伽动作 然后就是这个 一个音响 我在充电 很喜欢音乐 非常喜欢音乐 所以对我来讲 听音乐是一种享受和放松 基本上如果我回到房间的话 音乐一直到我睡觉 一直都会有 就是平时我自己更喜欢的就是比较小包 可能就放一点小东西 放一个手机啊 这么的就够了 个人比较喜欢小包 或者是那种QQ的包包 小胸 嗯 就这样子的 特别马上要到夏天了 可能穿个T恤啊 裙子啊 就蛮清爽的 然后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包包 这个包包已经 骂了很久了 嗯 但是还是很喜欢 因为他们家出这样子的 感觉的包包还是很少的 嗯 然后非常能装 然后这个也是我不离身的 熟悉我的朋友可能就会知道 我去拉萨 我去拉萨的时候 在 嗯 大昭寺 八国街上 无意当中看到这双竹子 是在他老板 我身上挂着的 我说你能不能卖给我 他说不行 然后我从下午三点钟求他 到晚上十一点 就是我的宝贝 那就是不可少的 坐飞机必备的了 呃 眼 照 而且这个眼照 我在拍 美人为宪的时候 就是 因为睡的时间太少 很辛苦 化妆师就建议我晚上睡觉 大概一个星期 有三天晚上可以用眼照 就睡觉的手关灯 戴上 因为它是会发热的 那促进眼周的血液循环 和眼圈就会好很多 确实好了一些 护肤品了 这是我 又是短期的工作 所以 其实是比较少的一部分 先说步骤吧 步骤可赢了 卸妆 卸妆基本上我是要用三种东西卸 一个是 因为是短期的 我都是带着是 就是小包装的 就是 小瓶装的 在飞机上也可以直接 在飞机上卸妆就可以涂抹 然后那个量 也可以带上飞机的 比如说我会先拿一个 EV1的 一个 卸妆的 卸 卸完了之后呢 再是 这个带了一个大的 再是一个 眼镜的 因为有时候可能 要哭嘛 用的睫毛膏都是 特别防水的 所以一定要用一个专门的 卸眼镜的 卸妆液 然后我还会 全脸卸完了之后 再用一个 所以其实卸妆就会要三步 用完这个之后呢 就洗面奶 洗面奶 我会备两支洗面奶 是不是太专业了一点 清洁力度强一点的呢 就作为 晚上睡觉前用 再做一次清洁 然后像这种美白 或者是补水的呢 就作为早上起床的时候用 然后 就再用一个化妆水 清洁性的化妆水 再全脸脖子再擦一次 之后 其实我最近有在用 厚的一个系列 比如说 会用一个小瓶的这个 它这个精华呢 是要在 床肤水之前用 先用一个这个精华 这个密贴精华 然后呢 再用水 然后呢 再用一个 另外的一个密贴精华 然后呢 我还会再用一个 这个精华 这个是体量肤色的精华 然后呢 是乳液 这是厚的一套 但我这个人比较贪心 因为我觉得皮肤 你要是长期支给它一种营养成分的话 就像如果你天真吃萝卜白菜的话 你会腻的 我觉得皮肤也是一样 所以我经常其实是会被两到三套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护肤品 穿插着用 除了厚的这套的时候 比如说像我真的是从来 不会 不会缺少的 一个是 神仙水 相信 肯定很多大家朋友都在用的 然后一个是CDB的那个水 也是很经典的 因为我基本上是像冬天在北京 我最少就连续用到三款不同的水 还有一个是这个 焦鱼室的这款美白的水 比如说这三款水 我先洗完 洗完脸之后 先用一个 SK-II的清洁的水 之后再用到 先先水 然后再用到这个水 然后再用这个水 拍三次 当然 每一次一定要确定 它都拍到肌肤里面了 都吸收掉了 再用第二层水 然后这款精华也是我一直在用的 也是属于那种 要被良知的 包括这个眼膜 再推荐给大家一个好用的东西 就是这个按摩膏 我都不知道用了多少罐了 非常好用 因为我听一个日本的化妆师跟我聊天 因为我很喜欢跟他们聊这个东西 但我讲说 其实中国很多女孩子 她们是喜欢做面膜 但是面膜也很重要 但是其实按摩膏是非常重要的 基本上最好一周可以做到两到三次 其实手法都跟一般的按摩手法差不多就好 这款按摩膏是我用下来我觉得比较好的 可以推荐给大家 我是会按摩膏用完之后 先把它大概剩余的没有吸收掉的擦掉 然后再敷衍膜 然后再用完霜 我从20岁以后基本上就会再用一些滋润度比较高的 我的原理就是给它多一点再多一点 可能我的肤质也是需要更多营养的吧 可能因人而异 像我有很多东西 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太油 我觉得不会啊 所以还是因人而异 但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就是 比如你觉得油了 你可以先拿面筋纸 把它全部都没有吸收的先把它擦掉 然后再用下一层 可能这样就会没有那么力 因为有的怕都在毛孔长痘痘 我就希望营养多一点的营养 然后还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两个 我觉得还比较好用的按摩的东西 一个两个仪器 因为它们也比较小 也方便我带 一个是这个 其实这个 周围还是有些朋友在用 这是一个按摩仪 我买的是 它是分MISS版本和MISS版本的 我买的是MISS版本的 因为它还可以做身体 它有光和震动 还有各式各样的功能 我自己用下来我觉得非常好 它做紧直体栏非常好 当然它要配不同的 嗯 东西来用 基本上你要用到它配套的精华 基本上这一款精华呢 就是补水 就是最基本的 补水和滋润啊 什么都会有到 然后呢 它会有两款 单单独的 这款是紧致的 这款是紧致的 然后这一款是美白的 它也有不同的灯 比如说一是综合的 然后二是紧致的 或者怎么样 就是绿的红的 有一些灯 大概这个只能一周做一次 这个我觉得非常好用 可以推荐给大家 然后还有一支是这个 专门做眼睛的 嗯 我就用来做眼睛 因为我经常会有眼袋和黑眼圈 然后他们推荐过这个东西 我觉得还蛮好的 嗯 它会这样 带一些震动 用电池的 然后每一次大概也很短 30秒左右吧 就可以一次 然后我会配合 我喜欢的这款眼膜 就你把它涂完之后 你用这个做推就好 嗯 特别早上有时候上妆前 我会用到 我觉得都是比较不错的东西 刚好借这个机会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款Fresh的精油 是面部的精油 我觉得它非常好用 就它很滋润 但是有没有那么那么腻 嗯 我一直很喜欢 然后 还有一款是这个身体的 嗯 是 那时候跟Baby 我们在拍 横店拍云中哥的时候 然后 他说 诶有没有好的 我就推荐他当地很好的阿摩师 那他说没有油 我就送了他一罐油 然后之后 他就回送了我一个这个品牌的油 嗯 他觉得蛮好用的 然后自己用下来 我觉得诶 确实也很好 就一直留下了这个 这个蛋皮 就一直会在用 包括其实我也会有一些 比质地稍微清爽一点的东西 比如说 你可能到泰国 或者到什么地方 就是湿度很大的地方 那可能我就会减量 嗯 或者是减掉其中的某几个步骤 但是我需要 要带那么多 最少带那么多 比方万一 每次都会就是超重啊 或者是这样 就是因为护肤品太多 就是松了一口气啊 因为被偷袭嘛 其实心里是没底的 就没有安全感 不知道会怎样 嗯 我想象当中要好一些 我就把你们的偷袭 当成一种 嗯 我觉得好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机会吧 然后也想 借这个机会 让你们看到一个 嗯 羊绒平时生活当中 或者是什么样 他真的会带一些什么东西 来用什么 嗯 一个 一个真实的我吧 嗯 巴刹娱乐的小伙伴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